余孝勇今天上来之后呢 表现不错 好球回来之后的转换也能打进 姜美泽上来之后立竿见影 拉开赛围起 还是上线给掩护走左侧 这一次还是凭借着速度拉开身位 所以说其实姜美泽上来之后呢 还是能够去成功的 其实之前的四川队在一些比赛当中 能够看到他们的经济者确实不好 但是在大外援来到之后 有一些起色的之后 我们能够看到四川队的状态是持续提升 而且王子旭今天上来之后 整个的脚步跟得非常不错 拉开赛围起 直冲篮下扣一个好球 大不流星 空位的三分 还是能抓住机会 高中这一点是真稳 前场再还一个 你看这个就是整个防守问题的存在了 还是王子旭来访 今天打的时间比较久 高灯在头 还是受到了干扰 皮特森拿下篮板 直接一个基地传球 前场的反击非常快 这就是机灵队他们的原有的特点 卢一文 有点死球了 传的不太理想 四川队现在要避免失误 因为现在处于领先的优势 再扛开一下 还能打进 分差追到只差三分 第二阵比赛 还有6分55秒的时间 再分篮下 强攻 忠诚防得不错 现在吉林队呢 已经反超比分了 这边也来一个好球 打进了 这连续的两季超远三分 组织也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可以去做一些尝试 外线 小戴头一个 炮球 应声入网 关键时刻啊 小戴站出来了 这球有犯规情况存在 这次呢 无常泽整个的节奏的把控 非常的好 双方都是采用这样的战术 就是去加对方的外援 只要出来机会啊 一定不能轻易去放 但是这次低脚 我们还能够看到 双方啊 这国内球员的对标 无常泽不敢投啊 还是得交给到小江 杀篮下速度太快了 这个甲传真上 一般人啊 还不太好貌 但是这个准度啊 还真是一般 好球 这次江雨昕抓住的机会 那国盾竟然进攻端没有办法啊 却有些突破 你看就是今天连续打这样的战术 又是双人B抢 再往外分 慌乱乱之下又出现了失误 这一阶段得叫暂停了吧 十三分的分叉了 当时去投三分的时候啊 其实手感是不错的 回来之后啊 今天这个吉林队啊 打开了啊 开始玩花的了 这脑后传球 背后传球都来了 造成了干扰 就是这一点呢 也不能顶着拉克上 好球 就是吉林队 今天在整个 防守反击的过程当中 打得很清晰